持續要來看到的是 在立院的龍頭之爭的部分 藍營現在裡頭茶壺內的分裂風暴 現在看似是劃下句點的 但是呢 另外一個戰場就是總招戰開打了 好 昨天要來看到的是呢 這個四大天王他們聯手 好 這個舉起手說是要團結 那立委復坤旗 他現在也支持要提名韓江沛 現在展現的是一個藍營大團結的狀況 那這個院這個主席朱立倫 他也說要團結一心並肩同心 攜手校正回歸立法院 該有的監督制衡角色 要讓臺灣人民的福祉成為最大的依歸 說大家要好好的加油 持續來聚焦的呢 來看到的就是立法院 2月1號的正副院長選舉的時候 所有欄尾 朱立倫現在就說了 大家都要量票一票都不能跑 當然現在呢就是要看看 這個黨裡頭有沒有真的有團結 要發揮最大的監督力量 韓江沛要帶領國民黨團 要還給臺灣人民公道 國民黨一定會秉持著實實在在團進團出的決心 全力發揮監督的力量 要揭露的就是民進黨過去的不公不義 未來第一個重點就是團結 再團結 這是最重要的基礎 好持續來聚焦的是 那先前呢 有意要角逐這個院長之爭的立委婦崑 其他後來的表態是什麼呢 他在接受電視專訪的時候 他就說了2月1號的正副院長投票的時候 他自己是絕對不會跑票 而且還會監票 絕對會支持韓江沛 另外呢 當然現在有一個解讀就是說 他是以進為退 其實他想要爭取的是黨團總召一職 那對於這樣的問題 傅崑奇又怎麼說呢 他說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都尊重 但是國民黨到底是有什麼好爭的呢 在野黨是有什麼好爭 能不能做事是最重要的 他說這只是個黨職 要大家幫他找工作 他說呢 他的量體這麼大 他覺得他自己也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 新特立委努許婷 他也說了 見證過大場面 願意成全的男人 真的是特別帥 韓江沛在風格上面 彼此互補 在大選剛剛結束的當下 絕對是可以讓基層支持振奮的一個最佳組合 好 前立委郭正亮他就說 就是韓國娛樂 好 民進黨不可能會再出手 因為現在人家就在盯著 國民黨現在好 這個主理人就說 是要這個全黨團亮票 因為會讓民進黨是投鼠忌器 現在國民黨的部分是正式拍板 要韓江沛 先前宣布角逐國會領袖的傅崑奇 在最後一刻退讓 不只舉起兩個人的雙手是高喊 要支持 好 龍頭的龍頭之戰 現在看似就落幕了 但是進一步傳出傅崑奇 他其實是有意要角逐黨團走招的 給我一個院長 韓國瑜 我想這個是大家的共同心 人在台下臉笑得很僵 國民黨新科立委座談會 傅崑奇有備而來 會前大談國會改革選領袖 沒有想到閉門會後一個小時 三個人手拉手展現大團結 爭起神 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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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內一句共事 韓江沛讓最近有了180度的大轉變 我們 我相信我也是一位 能夠讓這個白 能夠藍白合作 一起來讓國會正常化 雲林不是靠學中個人而已 也不是靠不分區立委 雲林有事就是我們大家有事 盧秀燕市長關心的台中捷運的事情 跟不是只有台中立委的事情 是我們54位立委共同的事情 上演成全大舞的團結戲碼 喊出政治一時 兄弟一輩子 韓江沛的一定 國民黨團進團出 要展現最強國會制衡組合 廣大的人民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廣大的臺灣人民 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在野聯盟 人民在過去八年 真的是受不了 總統府跟國會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平衡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黨自己 我們所提出來的國會改革事項 將來未來韓院長 以及我如果有機會成為立法院的政府院長 我們絕對跟大家來討論 共同來推動 承諾若當選政府院長要國會改革 卻什麼原因出現大轉折 真的意在立法院黨團總召 連朱一輪也暗示 只有他才能夠抗衡 柯建民 我選擇支持韓國瑜先生參選院長 江啟成先生參選副院長 國會的政府院長選舉必須要記名投票 我們不再有所謂密室協商的角落 韓江沛成定局兩個人馬步停蹄 拜會七連霸 無黨籍立委高精宿媒 要搭起監督制衡之力 在野團結 只是開始 結果現在一條要到 好 現在藍營立法院龍頭之爭 可以說是峰悔路轉 因為立委傅崑奇 現在就戲劇性讓步 突然拉起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當選人 韓國瑜還有立委張啟成的首 從而爭取立法院的龍頭轉而表態 要支持韓江沛 當然現在台大教授院舉證老師 他怎麼分析 他說這一次立法院選舉 有三個人很重要 是哪三個人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韓國瑜了 第二個就是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第三個他認為就是柯建民 還有黃國昌之間的不和 好 岳老師他就分析說 民眾黨不可能會支持哪一方 他拉不下臉來挺難 但是挺綠的更難以立足 而國民黨怎麼可能不團結呢 所以當然在老師的分析之下 是沒有跑票的本錢的 一下子聽 我覺得這一次立法院龍頭選舉 有三個人非常重要 第一個的話呢 韓國瑜的確是藉這個機會 不再說是回來也好 回魂也好 第二個重要人物的話是朱立倫 朱立倫是勉強不及格 但是準備補考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 他講的話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那柯建民跟黃國昌的不和 是有名的 這太有名了 所以說基本上的話呢 我現在聽到這個講法 首先的話呢 這個立法院的院長的選舉的話 他第一輪投票 是要絕對多數 這個絕對多數的話呢 民眾黨不可能去做任何的支持 他只有可能不投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如果支持民進黨的話 那國民黨高興極了 因為以後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再立足了嘛 對不對 你在台灣的政壇 你打得清新招牌 你現在的話呢 就在那邊摸魚 在那邊扯爛烏烏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不支持國民黨 他又拉不下這個臉 所以說變成第二輪選舉 第二輪選舉的話呢 就涉及到你 修邦問的問題 就有沒有人跑票 我覺得 除了陳昭明跟高興宿美 他們有資格跑票以外 其他的人 做國民黨的黨員 事實上 我坦白講 還有沒有四年之後的選舉 都是個問題 你國民黨怎麼可能不團結 新國會在2月1號 就要開議了 國民黨等泛藍勢力 實質掌握了54席 民進黨是51席居次 民眾黨的部分 則是有8席 近日三個政黨 將會選出黨團總召 也就是貫徹黨意志的執行者 此人必須要 閒熟意識有戰略手腕 相較於國民黨 有多人角逐 民進黨幾乎是底定 是由現任的總召 柯建民續任 民眾黨的話 則是由國會經驗豐富的 黃國昌會出任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比特菌和ě 有額外的採用 了解 公開 皮科 好像 預防 全體堂 相为 試鏡 很貼心